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 走遍中国 什么样的神秘利器 才可以削铁如頤 为什么说一把真正的好刀 又能够刚入并济 这又是一件怎样的宝贝 使得它的主人差一点 妻离子散 今天收看走遍中国五世纪系列片 一方收藏第二世纪 刀剑如梦 刚才的环节是测试刀剑的硬度 经历过最后一次试刀 一件兵器的制作就算完成了 刘文涛是锁式刀剑的制造者 而制作刀剑只是他的爱好 他真正的身份是古刀剑收藏家 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 专门陈列中国古兵器的工艺性博物馆 刘文涛正是这家博物馆的主人 馆内绝大部分展品 都是他近三十年的收藏 未经许可遇过 就在我们来到平遥的第二天 刘文涛就接到现任的消息 要去桥头村看一口古剑 李朝森是刘文涛在北京的刀友 正做客平遥 听手有宝贝也一同前往 作为晋商的三大发源地之一 平遥巨大的购买力 使得这里在清朝末年 就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古玩集散地 刘文涛也曾经是平遥众多的古玩商之一 这里做古玩生意的人大多有自己的店铺 但传统上会将宝贝放在家里 刘文涛曾在这里收过非常好的刀剑 因此对即将看到的宝贝还是充满期待的 这上面的图案还挺精致的 这有十二项 这有十二项 其他的还有啥啊 其他的还没啥呢 啊 其他的还没啥呢 其他的还没啥呢 那文涛你看刚才那口剑 那个壳老是老 我怀疑他也不是真正的兵器上的壳剑壳 那么好是唱戏的那个戏剧 戏剧道具 我刚才看一看刘老师看见那个垫的 拔出来的那一刹那等于脸色都变了 一看不是想要有点失望 有点失望 东西不对 温陶房的馆藏几乎就是中国冷冰器的发展史 藏品大都体现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工艺美术造诣 在青铜兵器馆 有这样一把青铜剑 它并不是最名贵的 但对刘文涛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它真正有计划成系统的收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兵器 就是从这把青铜剑开始的 这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剑 无论从器型 刃口 还是剑柄上看 都是一把实用性 远大于装饰性的战争笔器 十六年前 刘文涛在山西林坟 一位古玩商的家里 见到了这把剑 当时一上手 他就知道这是好东西 就试着问了一口价 主家说 要九百块 那会儿我的心里 腾腾的直跳 哎呦 这么便宜的东西 心里边就窃喜 但是我说这个价格不对 感觉又说 这是不是不对啊 这东西 我就又上手 又看了看它的坑口 它的气型 它的注口 确实没问题 对 它这么低的价格 当时您这个心里是不是特别特别欣喜 但是我那会儿的框喜啊 嗯 就跟你讲 我的那种压得不足我那会儿的感觉 心里已经像开了锅了 哎 心都快跳出来了 但是 你必须压住 完了以后 我还是想买不想买的感觉 它当时给您的这个价格低于你的这个预期 为什么您当时不直接就把它买下来 在这个湖湖啊 有个行为 也是个行为 也是个经验 你直接把这个价格 直接它说多少 你直接给它这个心里价位 这个就是第一 就怕它有了 它的思想 对这东西 是不是我卖漏了 要么 是不是 这东西 我就不卖了 就怕它 把这些东西 在仿毁 它就不卖了 为了避免错过这件宝贝 刘文涛开始欲擒故纵 转而询问其他的骨丸 这个时候 他就问我话 您能不能要啊 我是无所谓 这个东西 就是要也 我也有 我是边走就边出门了 这就是一个 一个战术 心里战术 马上要走了给他的这种感觉 哎 我就出门 他说你站在那个东西带上吧 啊 650块钱 哎 我说 那就行吧 成交吧 如果说 那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剑 是刘文涛创建这家博物馆的第一步 那么 这把清代的龙起刀 则是决定性的一步 一条龙 好啊 一条龙 你看 这是怎样的一把网刀 让人魂牵梦上 当地人用来气墙的原型物体 是做什么用的 刘文涛为何被家人 繁琐在屋底 这件镇馆之宝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心酸往事 请继续收看刀剑卢梦 作为这家服务馆的镇馆之宝 这把龙起刀是馆内唯一一件 拥有单独展柜的糖品 这个是镇馆之宝啊 对啊 刘老师我能看一下吗 前面洞 那个 刀 提前有个规矩 也是一般刀剑常识 你可以 含一张纸 为什么要含一张纸在嘴上 就是为了把你的豪气 拖延在刀上 这把龙起刀在展柜内和展柜外 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完全不同 十七年前 刘文涛初见这把刀石 与我们一样 也被他唯一眼的气势所震慎 我一看就震惊 哎呀 我说这么这么好的一把刀 我那块都多 心都那么激 激痒 那时的刘文涛虽然年轻 却可称得上是月刀武术 尤其是明星刀剑 这得益于他成长的环境 除了是著名的古丸集散地之外 平遥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当地的文史学者郝欣喜 带我们来到平遥古城的西沙街 在这里他要向我们介绍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在西沙街很多民居的墙体看起来非常奇特 而在平遥也仅在这一区域有这样奇怪的现象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我看到这边好像有好多堵这种墙 对对对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上面好多小孔 对对对 吐气用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是当年的野铁用的干锅 野铁用的干锅 对对对 这个怎么用啊 你看这儿 我们下面这个地方有当年这个 它没有落上去的 就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在墙上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 这是那个东西 好沉 来给我 这个呢实际上是野铁用的干锅 把这个铁呢放在这个里面以后的话呢 然后高温加热 高温加热以后的话呢化出铁水了 然后的话呢它去生产这个冰器啊 或者是一些农具啊 这些东西 西沙街自明代起就居住着张氏家族 他们都是野铁的将户 因为自古平遥多战士 政府特许他们在这里制造兵器 而大量报废的干锅就被废物利用 气到了墙上 因此平遥的古弯杂像中 最常见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刀剑 当刘文桃第一眼看到这把龙脊刀时 就知道见到宝贝了 他当时就想将其收入囊住 然而很快他的希望就破灭了 一开架让我都天风地烈 太价钱太高了 我只是有看有上手的那个缘分 我就回去了 此后的七年时间里 他先后六次上京 因为在他的心里 这把刀始终未曾放下 我就作为朋友去看看 我说大哥我过来看你来了 弄点特产 其实我就是想 想让他感觉我是想荣有 但是有这个感情 你才可以跟他沟通吗 我就是哪怕就我到北京 我看一眼 我也是一直 如今的馆藏 大多是他在那一时期收起的 随着藏品的增加 他心中的目标越来越清晰 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 那会儿我的东西 积赏的也不少 到渐渐各个年代的东西也不少了 我立志想开个博物馆 于是原本有买有卖的古玩生意 便为止进不出的专项收藏 随着经济条件的美矿愈下 他与家人的关系也开始恶化 我妻子都想跟我离婚 因为家里全是道歉 可以说 有时候他们确实 我能知道他们不理解我 刘渐涛的妻子赵红梅 现在帮着管理博物馆 是丈夫最得力的助手 但当时她是根本没办法理解丈夫 几乎疯狂地行为的 几乎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她疯狂地买 把过日子的钱都花掉 在孩子两岁时 赵红梅的父亲去世了 而家里的生活 基本上靠兄弟姐妹集体 那年我得了病 那年得了病 然后就不能工作 有些结合穿上 然后没钱 没钱出去干了 那些事真的不能说 那时刘渐涛的家人 甚至将他繁琐在屋里 不让他出去买刀剑 但即便这样 也没能阻止他 我觉得 太难了 然后也 没有亲疏的地方 我就拿着凳子 到院子里面 哭我的父亲去 这时的刘渐涛 还在想着 他的博物馆 尚缺一件镇馆之宝 在他的计划当中 大厅最重要的展柜里 应该也必须放着那把龙挤刀 但那时他除了满屋的刀剑 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但是想做一件事 灯不容易 最终 刘文涛的父亲 为了帮助他实现 建造工艺性编辑博物馆的梦想 将自己的祖产 一套四合院 变卖 也是 也是做儿的 也不是太孝俗 然而随着收藏品质的提升 刘文涛的另一项事业 取得了质的飞跃 并最终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 要经过怎样严格的测试 才能称得上是一把真正的好刀 通过刀剑真的可以和古人对话 为什么说抗战大刀 是被钻破日寇的枪刺和军刀而设计的呢 请继续收看《刀剑如梦》 自幼习武的刘文涛 从小便表现出对刀剑浓厚的兴趣 时常到舅舅的铁匠铺 偷偷打造些小刀小剑来玩耍 那时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铁匠 打造自己喜爱的刀剑 没想到儿时的梦想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 并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 坚硬和柔软是一对矛盾体 但一把好的刀剑却又同时具备这两种特性 我们的先辈做到了 但古法之刀剑所留资料不多 刘文涛要凭借对其藏品的研究 以及见识过大量精品的眼界 遵循古质 仿制出和古人一样的刀剑来 制作一把好的刀剑 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即研磨这一环节 就有150个小时以上 在测试过刀剑的硬度和分裂程度后 要测试其柔刀剑 那你护着我们俩的尖 你把右脚踩到木洞上 对你可以慢慢上 然后我就真正上了 你可以上了 对可以上 好 好 这个我我我有一百斤啊 一百斤啊 我把这个脚也站上了 没问题 好 你踩你踩住啊 你 我放开了 这个刀有没有下面有没有压下去 弧度大不大 没问题 好 好好 好 这才真正的试验了这把刀的弹性 对对对对 哇 好 我要飞了 好 这把刀合格了 刘老师我要下来 好 你看看他的 他给我的这个反力还是很大 反力很大吧 你看他的 看一下这把刀有没有变形 有没有变形 刀锋还是笔直的 你知道吧 这就是特性 在中国古刀剑收藏界 提起刘文涛几乎无人不识 因为他有一手修复古刀剑的绝活 凭借其专业的收藏和高超的制刀技艺 他在古刀剑修复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每当刘文涛准备修复一把古刀剑之前 他都要和这件宝贝独处一室 而是静思凝想 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和这把刀剑的缔造者 那位古代的铸剑大师对话 沟通 刘文涛的刀友遍布全国各地 正是在刀友们的鼓励下 刘文涛才决定建立一家工艺性的刀剑博物馆 让更多的人分享他的藏品 了解中国灿烂的刀剑文化 也有不少刀友为博物馆的建立 献出了自己的真仓 在近现代兵器馆就有很多捐赠的刀剑 博物馆建成后接受捐赠的第一把刀 是一把抗战大刀 他的主人是一位抗战老兵 一开始刘文涛打算收购 但听说是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收藏 老人毫不犹豫地捐赠了这把大刀 这个刀它上面还有印记的一个字 你看一下 军政部兵公署建制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 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专门建造的抗战大刀 其设计完全出于实战考虑 抗日战场上不明的国军第二十九军 宋哲元部的大刀队 用的正是这种大刀 有首歌唱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是不是就指的这种刀 是啊 就是这种刀 完了以后还有个破风扒刀 专门就是对护日本的刀跟刺刀的 那这把刀是怎么破日本的那个军刀的呢 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你给我演示一下 但是说是这个 敌人刺的时候你直接刺 就是他不可能直接架 它是一刺 你这样直接刺 一刺 我这是一铝一袋 直接就是脖子上 我给你弄空架子 你看看 它是这样的 你躲开 你躲开一下 刺 一次就 就这一下 老师我能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双手握 好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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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 试一下 来 好 绕 圆了 你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就行 我 你脏子那儿 斜子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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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放 你是这样转身吧 磕得很好 现在 转身是这儿 嗨 喝肉 好 感觉怎么样 下来我起鸡皮疙瘩 这都这么厉害 就是有一点凉瘦瘦的感觉 今天 作为一家公益性的博物馆 文韬王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传承悠久灿烂的兵器文化 作为山西省爱国教育基地之一 它激发着人们的自豪感 传递着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上古精神 一件被估价50亿元人民币的宝物 他为何如此身价不凡 一个被称为疯刺的藏家 十二年时间 打造一件举世孤品 经济收看作品中国50级系列片 以防收藏第21集 疯狂藏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